2024 巴黎真英雄 沒錯 講到郭慶純也是一位台灣之光 他不僅在上一屆奧運的時候 一舉奪金 也是目前女子59公斤級 挺一舉的世界紀錄保持者 而且這次奧運還非常有希望可以奪牌耶 哇 這麼厲害 郭慶純在東京奧運時抓舉103公斤 挺舉133公斤 等於是舉起快要三個i-car我耶 i-car你有重量嗎 哎呀 有啦 視覺上的重量啦 好啦好啦好啦 但郭慶純舉的 可不是像你這種視覺上的重量喔 他也曾經被140公斤的槓鈴砸上了大腿 導致他80%的肌肉斷裂 這麼嚴重 那他竟然還能重新站上舞台 甚至奪金 果然是真英雄 沒錯 這就是郭慶純鼓舞人心的地方 一起來看他的故事吧 大小比賽中屢屢舉起新紀錄 舉重女神郭慶純2021年冬奧奪 奪得金牌寫入台灣舉重史冊 2023年杭州亞運面對新人輩出 郭慶純摘下銅牌只能面對 因為運動場上對年齡體力就是這麼現實 就是你沒有辦法再確定說 就是像以前那麼確定說 可能接下來的再幾屆 你還可以就是參賽這樣 就會有點 你會複捨也好 然後不甘心也好 郭慶純將挫折與不完美當作養分 一路走來歷經坎坷低谷 付出的努力難以想像 2014年仁川亞運前四個月 郭慶純練習時發生意外 一百四十公斤的槓鈴 砸在他的右大腿上 導致百分之八十肌肉斷裂 是體育生涯中最黑暗時光 那次亞運他勉強參賽 拿下第四名 但郭慶純恢復訓練一年後 終於克服心魔 2017年臺北市大運拿下舉重金牌 以停舉一百四十二公斤 打破世界紀錄 還是要感謝這一次的受傷 因為是他讓我知道 其實在我失去亞運金牌的同時 也讓我知道其實我是一顆 其實我是一個能夠擁有一顆 幫助別人影響別人 然後能夠鼓勵別人的一個人 回饋社會 郭慶純把比賽獎金一百八十多萬 捐贈救護車給澎湖惠民醫院 每年自掏腰包十萬獎學金 報答母校台東體中 就是回饋 當我受傷的時候就躺在哪裡 然後我就等救護車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很嚴重傷的人了 他們在等救護車的那種心情 就是很能夠體會 出生台東阿美族 郭慶純生長在單親 隔代教養的家庭 曾經全家住公寮相當困苦 他用舉重翻轉命運 從高中開始拚獎金 人生要為只有一次的生命 努力奔跑 你難過你還是過 你快樂也是過 你為什麼不要選擇快樂的過 然後而且精采的過 走下練習場的郭慶純 放下一頭長髮 精緻五官笑起來 勉腆真誠 喜歡彈鋼琴 閱讀 不將人聲 侷限在舉重 能聞能舞 除了練琴 郭慶純也靠游泳 舒壓鍛煉體能 還可以強化肢體協調 在教練眼中 郭慶純不服輸的信念 自律和愛心是重傷過後 能重回世界舞臺的原因 三十歲的郭慶純 拿過各個舉重大賽的冠軍 但終極目標 是巴黎奧運的衛冕 他承載眾人期待 以信念鼓勵自我 最後一役 一鼓作氣